警方在毒販租屋處東翻西找 要把毒品通通查出來 因為他們相當狡猾 大麻都藏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外觀毫無異狀打開卻是中空 不只這本原文書有鬼 黑色保險箱一打開 套裝CD盒 飲料罐裡全都是毒品 他們是看準暑假期間 這個夜店的生意比較好 人比較多 所以他們主要的販售對象都是 這個ABC 國外流血回國的這些客戶 或者是這個夜店的這些青少年 22號晚間前方見時機成熟 一舉破獲這個販毒集團 搜出大麻6.5公斤 市價約550萬元 由王姓和張姓主賢為首走私毒品 賣給青少年和老外 還異想天開藏讀在原文書中 人們以為天衣無縫但還是露餡被帶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強檔大戲 美好年代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